各位官员请就位 我们继续开会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陈美亚议员 感谢主席 那本席呢要针对我们设政的部门 要请教各位官员有关于高雄市民 现在非常关切的一些议题 那首先其实我们知道 一个城市的竞争力 它来自于我们高雄市的青壮年口 是不是一个成长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性 那么新生儿的增加 也是会增加我们城市的 未来的竞争力的一环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其实高雄市八年来 根据统计的数字 高雄只有增加大概八年 全部加起来 只有大概9800人 那甚至我们看到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近两年来 只有高雄市 六都里面只有高雄市 是呈现负成长的状况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 显示目前高雄市的整个的竞争力 是下降的 那我们希望来探讨相关的问题 到底未来我们怎么样去协助 我们的未来的青年朋友 在他们愿意在高雄市落叶生根 那首先本席在这边要请教一下 我们的社会局长 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新生儿的部分 那么其实各个县市他们都有推出 新生儿的这些生育的津贴 我想这个是可以减轻很多的父母亲 他们的育儿负担 但是我们看到呢 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新北市 他们第一胎补助是多少钱 两万块钱 然后我们看到台北市 他们的第一胎补助的也是多少钱 两万块钱 那新北市呢 他们这边 如果说你一次是生双胞胎 他们甚至就是直接补助四万块钱 那我们看到呢 桃园福利更是让青少 很多的那个妇女呢 觉得说是非常的喜欢的 因此桃园市 他们目前人口是呈现逐渐成长的状况 桃园市我们看到 他给予的生育津贴 第一胎 除了台北新北市两万块以外 桃园市是三万块 那我们看到连基隆都是两万块钱的补助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高雄市的生育津贴 来我们请社会局长告诉我们 高雄市民 目前高雄市第一胎的生育津贴是多少 来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赵检 谢谢陈一元的关心 高雄市目前我们生育津贴的部分 第一胎跟第二胎 每一名是六千元 六千元或者是他也可以选择申请我们的 双胞胎的情况下你们怎么补助呢 就是两个 就是六千六千一万二 所以那三胞胎呢 就六千六千四万六 所以三胞胎是六千六千 再加四万六 三胞胎是这样的状况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一胎第二胎 我们跟其他的县市比较 局长请问你 目前台湾平均生育大约在几胎 1.1吗 目前全台湾是大约1.1 1.16 好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目前台湾的平均生育率是1.16 那当然高雄市政府一直说 虽然第一胎第二胎都补助六千块钱 远远低于其他的县市 低于台北新北的两万块 低于桃园的三万块 因为我们只有六千块 但是呢市政府呢 有点鸵鸟心态哦 一直认为说我们第三胎补助了多少钱 第三胎补助有四万六 但是我们看到统计的数字 其实会去生第三胎的高雄市 那以去年来讲也才两千八百零四胎 那所以局长希望你去正视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市政府也能够成为领头羊 当我们在这个福利政策 这样子远远低于其他县市 当我们现在看到高雄市整体的人口是下降的 跟这个有没有直接的影响 我想有间接的影响 所以本席这边强烈的建议 我们未来在这个生育的第一胎第二胎的 这个津贴的部分 希望你们能够比照其他县市 能够从现在高雄市的六千块钱 至少应该要提升到两万块钱左右 本席要求你们这个要尽速去演你 可以做到吗 我们会一起来配套先给议员报告 因为目前我们规划的方向 从去年开始有也在议会上做报告 我们希望是以实际的服务措施的提供 来取代现金的发放 但是的确也有很多的声音 尤其包括议员有很多的反应的声音 希望还是有一些像生育津贴的部分 锁定生育津贴的部分 是不是跟其他县市落差太大的状况 可以做调整 那我觉得我们回去 也让我们可以通盘一起来做 因为像我们除了津贴之外 我们的育儿资源中心 供托中心 其实我们提供的服务的量跟值 其实其他县市反而是很羡慕高雄的 所以我们来通盘规划考量 那我们看结果怎么样也让议员知道 局长如果照你说的 高雄市在这个新生儿的托育的部分 我们的福利措施是优于其他县市 其他县市的民众是非常羡慕的 那么照理来讲的话 我们应该会看到 高雄市的人口会呈现一个增加 所以我觉得我们不要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迷思 并且其实坦白说 从你刚刚讲的论述 我们从数字上面来看 你说我们有其他更好的 生育津贴我们输别的县市 第二个你说好我们有很多的育儿的协助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公立托婴中心 其实你们现在也还没有落实做到 区区有公立托婴中心 那么在以本期之前有建议你们说 古山区请你们尽速去设立 那么总算推动成功有设立 但是呢设立在高雄市古山区的九如国小 公立托婴中心 他能够收纳的这个婴儿数呢 那个小朋友数呢 居然只有大约40名左右 是完全不足以 让那个符合当地民众的期待的 所以本期一直建议 无论如何至少区区都应该要尽速设立 所谓的公立托婴中心 那么在像你刚刚所讲的 我们现在有所谓的保姆 还有保姆到宅服务 那么你看啊 其实保姆到宅服务 根据你们的数字报告 一年去年也才320个人利用 所以这个是我想 跟你们原本的期待 以及实际上民众的观感 有极大的落差 所以局长针对于新生儿的部分 针对高雄市政府 应该担任未来年轻夫妻们 他们在育儿上面 如何减轻他们的负担 高雄市政府要尽速 如果别的县市有一些比较好的措施 我们应该也要纳进来 通盘来做检讨 好 第二个部分 本席这边要请教你 有关于我们现在的很多的 台湾目前面临很大的两个问题 一个是少子化 另外一个问题 当然就是可能是高龄化的问题 那么高龄化的问题 本席之前一直在强调说 我们有所谓的长青学院 那甚至本席那时候要求你们 不要只有在我们的四委长青中心 赶快北高雄也要设立 好 我们现在看到社会局在北高雄 有设立一个富民长青学院 但是局长 本席在这边还是要再次的督促你们 富民长青学院能够容纳的学员数不够 希望你要增设 甚至现有的富民长青学院 能够扩大他的上课的这样的一个人数 并且请你尽速在高雄市的很多的地方 公有的闲置的一些场地 甚至学校 有没有可能可以去接洽 广设我们所谓的社区型的长青学院 让很多的长辈在很健康的时候 他就可以就近去上这些学习的课程 我们希望长辈生活在高雄市 是非常健康快乐 终身学习 这才是我觉得人生的一个价值是 人每个人都会老 但是我们如何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 在学习的场所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长辈常常反映 他们很担心 他们不希望 他说当他退休以后 他的生活圈就只剩下公园跟家庭 我听过那个长辈来跟我诚情 说美亚议员 他本来是一个高阶主管 结果退下来以后 他觉得他的人生会失去重心 他发现说他的人生好像剩下公园跟家庭 他觉得非常的不能适应 那么我们希望公部门在这个部分 应该要提供足够的学习的场所 提供给这些长辈来学习 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 这是针对健康的长辈 那么针对于现在如果有一些需要照顾的长辈 本席这边建议尽快区区都能够成立所谓的照顾中心 让这些长辈需要照顾的长辈有场所可以提供他们协助 减轻高雄市民一般家庭的负担 针对这两个部分 姚局长你先请 你是不是可以先简单答复 还是我先把问题问 不好意思您先请坐 我把问题都问完 那姚局长待会请你针对两大部分 长辈的部分待会请你做一次的答复 那么劳工局长 本席要先那个 因为时间有限了 本席先把问题来就叫您一下 针对于本席刚刚在一开始质询的时候 就已经有点出来高雄市在近两年来 是唯一六都里面人口呈现负成长的 并且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数字 在五十岁以下的这些轻壮人口 劳工局长你知道现在是成长还是减少呢 来简单答复一下 回答成长还是减少就好 还请李局长答复 减少一点 好 局长谢谢你 你这个态度本席予以肯定 至少愿意去面对这个问题 因为之前 金发局发表的言论是说 高雄市的失业率是已经全国最低 但是其实我们去深究里面的数字 为什么会比较低呢 因为这些轻壮人口其实都往外移了 在高雄市坦白说就业环境对轻壮年来讲 并不是那么的友善 所以本席这边必须要再抛出这个议题 请劳工局长你去正视 并且请你待会 那个答复本席 让高雄市民知道一下 未来高那个劳工局在这方面的一个政策跟立场 好 轻壮人口呢是大概占我们的全部人口里面 百分之六十九点七二 这是在二零一零年的时候 但是我们在去年二零五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数字是什么呢 下降了 它大下降从六十九点七二降到六十四点八六 所以确实如劳工局长所讲 我们现在五十岁以下的这些青壮人口是有点略略的下降 这个是我们必须去正视的问题 因为这些人口代表的是高雄市目前最需要的竞争力的来源 我们高雄市的基础 好 那么再接着本席要请教你了 就针对几个部分 第一个 本席一直在推动所谓的继职教育 继职教育的这些学生朋友毕业以后 高雄市劳工局是不是可以尽快的协助他们有一个媒合的机制 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一定要去念到博士 才能够回馈这个社会 本席的建议是认为每个人有他的专长 有很多人在技职方面非常的有专长的话 我们应该鼓励他们 高雄市应该未来要尽量提供给只要想工作的人 不分年龄都应该提供给他们很多的就业机会 这是我们劳工局应该要努力的 所以第一个 针对于我们青少年朋友的继职教育 未来这些毕业生的工作媒合 第二个部分 针对于 其实我们现在 人口渐渐的高龄化 很多的这些长辈也许55岁或是65岁他们就退休 但是呢 也许他们想要再创他们事业的第二人生 我想前阵子有一部电影非常的打动人心 叫做高级实习生 很多的长辈他即使退休了 但其实他的身体还非常的硬朗 他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些专长 也许他想要发挥他的工作的所长 所以未来我希望高雄市政府应该 做一个呼吁 如果有这些长辈他愿意再进入职场的话 我想我们应该鼓励很多的这些 工作的单位应该乐于来录取他们 所以我希望针对这两大 请李机长答复 那么谢谢议员的关心 那么针对技职交流部分来讲 那么不管是职业训练或者是就业服务 我们一向跟这些职校有密切的合作 那么在这个训练方面 那么我们训练就直接跟高雄高工 中正高工 高音工商 中山高工等这四所学来做合作 那么协助强化学生的这个技能 简定的相关实作技能 那包括这个所谓的自来水管配管 那么特定瓦斯气区装修 室内配线 烘焙食品 及中式灭食等等 实作技能的强化 那么另外我们也鼓励 各高职学校 那么乘坐本职训练中心 委外职业训练班 希望他们能够从这种 职业程度当中 吸取经验 然后让更多的学生 有这种去接受职业训练的机会 那么像私立中生高中 从一百年起 就陆续办理二十一班 那么有劳动部补助经费的 失业者职业训练 那么在职业训练 在就业服务的部分 那么我们是每一年 都有跟这些职校 那么合作办理这个就业博览会 那么像这个经理来讲的话 那么我们已经协助那个高院工商 在三月三号办了一场校园征才 另外规划说跟海清光商 是预计是五月十二号 三米的家庭是五月三十一号 三米家庭是六月二号 素的家庭是六月七号 这能不能我们再找一下数据 再跟预言报告好不好 是是 是 是 是可以可以 那么劳动局立场呢 只要说那个有就业意愿就业工作能力的话 我们就尽量来帮他们美合工作机会 那么对这个银法族的部分 那么我们的训练就业中心 有七个就业服务站 那么每一个站都会设一个 银法族的就业服务单一窗口 那么专者 那么提供银法族一对一的专业服务 另外我们在各区 还有社会有二十八个就业服务台 那么也有提供这个 连长者就业服务 还有配置这个行动就服车 就服车了 那么新闻于大高雄 比较偏偏向的地区 那么各社区提供年长者就业服务了 那么 一百零四年 我们总共开发了这个 五千两百三十六个部分公司的工作 跟三百五十七个家庭呆工的职缺 提供给年长者 做这个参考运用 那么我们这是每两个月都会公告一次 同时会传送给各议员服务来做参考 那么这个另外了 那个就是 那个劳动部的这个 劳动力发展署 这个高比方的分属 在今年的四月二十六号 已经在我们高雄市的英雅区 中处那边 设立一个南区的英法人力资源中心 那么关于这方面 我们会跟他做一个整个合作 那么一百零四年来讲 对这个中高零市民的就业媒合来讲 那么像四十五到六十五岁的话 我们求职人数是 二十七万五千一百一十三人 那么就业人数是十六万 那么八十六人 然后就业率是百分之五十八点一九 那么六十岁以上的话 那么是求职人数是四千八百九十五人 那么就业人数是两千五百九十四人 那么就业率是百分之五十九 五十九点零二 跟议员做说明 是 是 对 是 好 会后提供 是 好 请 好 跟 是 那个跟议员回复 您刚才关切的 长辈的社区关怀据点 我们全高雄目前两百零六个据点 其中有九个是在我们古山延城跟启金 那有关我们学习 长辈的一些学习中心的部分 我们在古山延城跟启金 我们有十五处 其中有包括我们的长青学院 有包括 对不起 是包括社区型长青学院 还有卫福部的长青学院 卫福部长青学院市民学院 勒林中心 还有勒林大学 搜年大学 这几个不同的据点我们也都分别有数字 那当然这个部分我们还是会积极 再多增加 那目前也有一些在申请当中 那刚才也回应 那个议员您刚关切的 声誉津贴的这个部分 因为其实各县市下都不一样 的确也会影响年轻夫妻涉及的一个意愿 那我们也觉得这个不是长久之计 所以我们也有跟中央卫福部有反应 说如果说声誉津贴这个部分 不要变成大家生小孩的时候 牵户口到那边去 然后生完一段时间又牵回来 叫牵来牵去 其实不是我们想要乐见的一个方向 但是我们原则上还是希望 整体的配套让夫妻能够在高雄 能够安心觉得说他在这边长远来看 生小孩是一个比较友善的 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一些不同的园区 配合我们最近新修的这个法 大型的企业原本250人以上的 现在降成100人以上的就必须要设我们的 托育服务的这样子的一个法规 然后再搭配我们的福岛 我们希望在高雄市很多不管是园区或者是企业 希望能够在这几年内能够看到成效 因为我刚本期建议的是说 有这两大部分 一个是社区型的长期学院 不是只有在本期的辖聚古山延期的期间 而是高雄市应该广设 利用现有的很多的公家的据点 然后能够参照 因为市自有吗 是 所以应该广设据点让党辈能够救济决心 我们今年年底之前 卫福部也是给我们列管 我们各县市 现在区区要有日照或是日拖 这个也是我们在努力的这个方向 那您说我们现有的一些活化空间的运用 其实除了有一些少子化之后 校园出来的一些空间之外 其实我们在一些礼办公室 都发局的国宅 像刚才有提到说复明的这个部分 有一些是金发局的市场用地 我们都可以来善加运用 不管是长辈来活动 长辈来上课 甚至有一些育儿 大家都可以综合在这样子的一个 社区型的一些据点 能够获得在地就近的服务 我想这个也是市府 有一直在列管 希望我们 所以我们有一些用这样子的据点 会来做早疗 新住民 老人 或是身心障碍 公托或育儿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元的在运用 是我们补充书面资料给议员 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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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好谢谢陈美娅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 我们先请林明杰议员 时间是五分钟 好谢谢 那我们在前面做的各级出的长官 还有辛苦的同仁 以及我们负责的媒体 以及议会的同仁 我们大高雄的所有市民大家好 那我这边可能有几个事情 要先请教一下 我们社会局了 第一个 有关有身心障碍的鉴定表格的领取 这个我前几天发生了这个问题了 是因为我们部落里面有一家人 有三个身心障碍 但是后来发觉 只有一个有身心障碍的这个手册 那我是基女可能基婆 那我就叫我的助理 就帮他们到七公所 因为离我们七公所来回要二十公里 就助理叫 叫我助理去帮忙领这个表格 但是不知道 我也是非常的不了解 可能是比较不专业的部分 我是不知道 为什么我们中央政府 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连一个表格还要带身份证 还要本人 如果不是本人 而如果不是本人的话 要透过 要有需要需求的那个身份证 就是要申请人的身份证 而且也要有委托书 我是在想说 一个申请只是哪一个表格 需要这么繁杂 这么扰民的这个动作 是不是我们高雄市政府 令定不要扰民的这个政策 因为我问了我们社会局的承办人 社会局还是卫生局 我问了这个承办人 他是说因为中央政府申请表格要控管 但是为止纳闷就是说万里这个要申请只是要表格 或者是只是要个表格但是要不要申请 有他的意愿 这个我觉得这个政策是非常的扰民 也非常的不便民 所以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 是不是我们高雄市政府针对 要申请身心障碍 禁定的这个个案 是不是给予比较方便 因为如果说要不要成为一个身心障碍者 能不能领得到 为什么光领个表就要控管 这个是不是我们等一下我们社会局做个说明 那第二个可能就是有关于我们申请中低收入付个案的这个流程 我也想了解 因为在过去也是在公所待过将近三十年 但是这个流程我是没有承办过 但是这个流程好像是不知道是什么状况 因为我们纳马夏 我就紧接我们纳马夏的这个个案流程的这个申请 我是想知道 我们这个中低收入付个案的这个申请 他的申请核准跟核定 审查跟核定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程序 因为就我们纳马夏来讲 听我们几个个案向我陈述 就是说他申请了很多次 但是都没有通过 也没有市政府也没有区公所的官员告诉他为什么没有通过 直接就否决掉 这个是第一个有关于中低收入付的这个问题 第二个 这个已经第三期的这个第三第三次的定期会议 每一次的定期会我都会讲 就我们原住民来讲 我们的土地 所以实在没有再算几分几平的都是算假 但是我们的土地是 坡度是连占都不能占了 太陡 但是我们在纳马夏有几个个案申请的时候是说不动产超过法定的额度 所以没有办法 那刚才也看了几个前辈议员在讨论到这个问题 我们这个公财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如果因为法定财产不动产超过这个额度 但是实际上他家里根本就没有人工作了 比方说他家里有五六个小孩子 但是只有一个 只有一个人有工作能力 是不是像这种 明明就是可以过门槛 但是碍于这个不动产的问题 没有办法成为政府受补助的这个对象个案的话 是不是也给我们一个空间 这个是针对我们社会局的部分 那针对圆明会的部分 说实在圆明会 我在第一次定期大会的时候提过 圆明会在高雄市政府来讲 是我们整个高雄市政府的缩小版 因为圆明会推动的业务 是我们高雄市所有局处式的业务 所以我上次也讲过了 最辛苦 而且他的面非常的广 也可能找不到这个人 因为原住民分居在我们大都会的这个大环境里面 真的是真的是分散 而且人数又很少 所以有时候找不到 那我在这边也鼓励了 也鼓励我们圆明会 不管是有这样碰到的瓶颈 也要继续努力了 为我们族人做更多的协助 更多的福利 然后让他们在这个大都会里面真的 也感到光荣 因为有我们圆明会的这个同胞 为他们做服务了 但是我这边还是要提到来 第一个 我想知道说 去年十二月第二次定期大会 我们的市长一下子而且当场同意 我的建议案第一个就是 我们纳玛夏区马来亚里资历造屋 当初市长答应我们的路面改善 还有资历造屋园区里面的巷道 以及自来水的这些改善 这个经费我想知道千层到底是怎么签的 为什么只剩下五百多万来做我们资历造屋的这个巷道 跟排水 没有只有做排水 而且只做到一半 这一半是上半部 整个巷道的上半部 但是下半部是没有做 没有做的状况可能会造成 我们民权国小 下大雨会淹水 因为水果会堵住 所以这个部分 我这边可能要请我们的园民会 是不是可以将这个签诚 让我们拿出来 给我一份 这个是第一个部分 因为我真的很想知道 为什么当初你们园民会签 签这个案 然后市长核定以后 交给公务局 公务局在执行的时候 为什么变卦 为什么会变得那么分散 为什么会没有将这个经费 集中在我们要的这个地方 这个园民会这个等一下也做个说明 那我针对园民会第三个部分 因为刚才我也提到就是说真的 严民会很辛苦 要推动整个原住民 不管是在就业或者是社会福利 或者是在教育文化的医疗里面 真的是比较辛苦 尤其是都会 都会 其实我刚才 刚才提到 如果说真的找不到人 但是发生的问题是因为这个人 真的找不到 声音室从他那边发出来的话 可能对我们整个市府团队是一个伤害 因为我们园民会推动 必须朝着两个面向 第一个可能就是在园乡 第二个可能就是大都会的这一个原住民 但是这两个非常非常反差的这个环境的推动 真的是我们园民会真的要辛苦一下了 那在原住民的部分 我想就是在未来 我们园民会再推动 不管是哪一个产业 尤其是我们的农作物 是不是能够 就是说不要单打独斗 横向的联系 不管是农业局 或者是我们秘书处的行销推广 或者是我们原考会 这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园民会也辛苦 跟他们结合真正的将我们原乡 这个所有的产业 来这样的推到我们整个高雄 甚至于我们的整个台湾 也甚至于让我们原乡 尤其是我们高雄 在台湾来讲是最多的 最多的区域 三个原乡 所以 甚至于将它推到我们整个国际都可以了 这个我们国众主委 就带着你的团队加油了 那 第四个部分 就是有关于我们 在我们原委会推动 不管是在原乡或都会的软体 或硬体的这个业务推动 这个部分 是不是 不管是不是 有碰到 有没有碰到瓶颈 如果碰到瓶颈是不是也随时跟我们几个一眼 共同来研究 甚至于跟部落的头目 跟部落 我们不能准备有头目了 帽领才有了 甚至于跟我们的领袖 部落的领袖 甚至于就是 刚才提到帽领这边的区块 有头目的话 是不是也一起联系 一起沟通 到底要怎么样推动 让我们原乡真的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高雄地方 那最后一点 因为在上一个会期 有针对教育局的部分 做这样的一个陈述 因为我们目前 原住民在大都会的这个环境 能看到我们原住民最多的地方 可能就是教会 第二个可能就是社团 再来就是中青会 但是最近走访我们几个教会 跟我们的几个社团 他们所反映的可能就是 碰到的瓶颈就是 场地的问题 因为场地有的要租界 听说有某一个教会 他租界这一个场地 一个月要花上好几万 但是信徒没有那么多 我这边要讲的就是说 能不能我们原民会帮忙调查 调查我们高雄市市区里面 我们就一起来对我们那个教育局 教育局来做这个探讨 因为这样看起来 我们这样的这个环境 虽然是有这样的一个社团 有这样的一个宗教 但是因为信徒很少 或者是我们的会员很少 因为一般我们原住民 做这样的一个社团 好像没有再缴费 除非是有活动 大家缴个多少钱 来办理这一个活动 这个很辛苦 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 如果还要承租的话 还要付上水电费 还要承租费 这个就比较辛苦 所以我这边可能就请我们的 原民会这个就帮忙调查一下 愿意使用我们高雄市政府 所有闲置空间的这个组织 那以上是我今天就针对 我们原民会跟教育 社会局的这一些问题 是不是先请我们社会局 做个说明跟回应 来请姚记长答复 谢谢主席 谢谢议员的关心 那个 您刚才有提到说 有关低收入户申请的 这个部分 那我们跟区公所的分工 是初审会在区公所 那但是如果对审查的结果 有意见 可以就地跟区公所 或者也可以跟本局 来提出相关的申付 那如果不是低收 而是针对您刚讲 鉴定的这个部分 它的流程也是一样 可以就近在在地的区公所 来提出申请 那申请的 受理申请之后 就会发给 身心障碍者的鉴定表 那拿到鉴定表之后 他再去相关的 呃 呃 单会做检视 达到资料 拿到检视的资料之后 他再要减负三个月内 一寸半的一个照片 跟国民身份证的 正背面影本 然后如果他未满14岁 他还要减负身份证的影本 这个是中华民国的 身心障碍相关的法规 他明文有规定 那您另外提到有关 不动产的这个 这个 呃 规定在原民区的这个部分 其实我们 也有做访款 就是针对 如果 是主管单位 我们相关主管单位 认定它是一个 没有经济效益的 一个原住民的保留地 公共设施 保留地 或者是 呃 公用地义关系 继承道路等等 这样子的一个地方 呃 是可以不列入 家庭的不动产技术 计算 啊这个东西 也是在我们社会救助法第五条 第二项里面 也都有明文规定 啊但是因为就像 呃 议员您刚刚提的 就是说其实 部落或者说不同的地方 其实在土地变动的一个部分 呃 个别的 差异性都非常非常的大 那所以 如果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话 还是就是只好 请我们的社工去帮忙看 但是 这个部分相关的法规的界定 其实是已经很明确了 所以 呃 如果议员或是您的选民 这个部分需要我们再协助做说明 或是后续再去了解的话 那我待会再请我们的联络人 再跟议员这边索取资料 好 好 谢谢 那 那 请 那 爱情圆明会 谢谢主席 谢谢林议员 那我针对议员的部分 做几个回应 就是关于 呃 议员所关心的 纳马夏 玛雅去 玛雅 玛雅里的自律照片部分 我想这个市长非常重视 所以在去年底的时候 由本会签请市长 同意动资 一千两百万 那一千两百万 它主要的工作项目 就是有两项 一个部分是 呃 路面的铺面 另外一个工作是呃 道路边的排水的设施 那当时因为在年中 所以我们急着要完成 这个年度的一个执行 所以 市长呢 就交办由我们的 公务局的新工处 以及养工处来执行 那路面的部分 是有养工处执行 那大概是五百万 五百万路面的一个执行 那养工处当时就是用 呃 他们既有的开口合约 好 来去执行 那排水的部分 啊 因为 有新工处执行 那他们就是做一个 发包的作业 那今年呢 在4月18号 已经开工了 当然是年初是做一个 规划设计 那4月18号 现在在做这个排水的 实作 那路面的部分 刚刚一言提到 好像没有按照 原来议定的位置 这个部分 因为是由我们 当时决议 自由新工处 是由养工处邀集 驱工所 包括也提到 要邀请议员 这边来一起来会看 要施作的路面 所以当时就是 按照这样的一个决议 来施作 那有关 那有关议员关心 自立造物 减水的部分 这部分 我们也有提案 那现在是中央 水利署也核定 那我们市府也出了 一个配合款 是由我们金发局 来施作 那目前在做 规划设计当中 他的经费是由 520万 以上 那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关于 议员提到 就是横向联系的部分 这个部分 我想我们严明会 一直在努力 我们在从去年 包括跟 教育局 农业局 包括尤其社会局 劳工局 文化局等等 我们都有很 包括观光局 有很绵密的联系 不过 议员再一次的督促 我们会在今年更加强 相关业务的一个联系 那有关于 这个对议员关心 我们都会去 原住民教会 或是社团 在空间使用上的部分 我大概做两点说明 第一个部分是 我们当然会去扶植 我们的社团 他们如果因为功能性 比如说要办理 课后辅导 或是亲子教育 社会教育等等的 一些功能性的服务 我们在补助的经费里面 当然也会去考虑这个 那如果比较属于 常态性的 这个空间的使用 那我想这个部分 我们就按议员的建议 我们先全面了解 看看我们社团跟教会 他们在空间的使用上 是有什么样的一个困难 那我们来了解需求以后 我们再做进一步的 跟议员做进一步的 一个讨论 那我想严密会的工作 确实是非常的多元 那因为我们族人 他们的需求面向 有涉及到教育文化 包括他的经济生活等等 所以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多 所要处理的事情 也就更多 在有限的人力情形下 我们当然希望我们严密会的同仁 能够更付出更大的使命 那我们想在整个工作的这种问题的面向 当然我们的能力 跟这个力量是有限的 议员建议我们多跟我们的族人 长辈多探讨 这部分我会改善 那我也会多跟议员 包括跟我们社团领袖 包括部落的长老 会多多来接触 以上谢谢 谢谢林明杰议员的执行 接下来执行的议员是 许会议员第二次 来十分钟 谢谢主席 我想现在由于 全球暖化的关系 很多的农作物的这个收成 都很明显短缺 所以其实现在全球一个共同的议题 就是一个所谓的粮食危机 那我想就是说 因为在台中台中市政府 那最近也注意到 这样的一个危机的状况 那所以也特别针对 因为现在台湾人 其实现在的生活有两大 完全不同面向的成长 因为台湾现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富者越富 穷者越穷 那所以呢 有些经济能力比较许可的人 那当然可能有时候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过度浪费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很多的女性很喜欢团购 或者是说可能是一些 比如说可能有时候卖场 有一些促销的时候 因为比较便宜 有时候就会买了堆滞了很多的食物 但这个食物可能 因为没有把它吃完的关系 有可能导致日期很紧迫快要过期 结果后来就把它丢弃 那这些丢弃的食物当中 有一些或许已经过期 但是有一些是日期还没有到的 那如果日期还没有到 我们就把它丢弃的时候 也是不是造成我们资源的一些浪费 那这些的资源 可不可以把它整合起来 给一些需要的人让它食用 也可以减少我们一些环境污染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想先要请问一下 我们的社会局的局长 有关台中市政府 现在针对这个盛食 盛食 盛下的食物 盛食 银行 它特别 针对这个议题 它有 就是在台湾市政府 有宁定一个自治条例 在做一些管理 那同时呢 在德国 柏林这个地方 它在路边 大马路旁边 也摆上了很多的冰箱 这些冰箱是要做什么呢 是要让有一些的民众 如果你有多余的食物 你可以让他人分享 在不浪费的情况之下 可以多照顾更多人 其实也减轻我们政府的一些资源的负担 公堂的浪费 我觉得这个对所有的人都是好事 那包括呢 我们的阿姆斯特丹 他也在那个当地啊 开了我们盛食的餐厅 也得到很多人回想 那我想因为欧美一些先进的国家 对一些环保的概念 老实讲比我们东方 这个部分是来得比较完整的 所以这个部分是我们东方国家 必须要积极去学习的 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社会局要局长 真的这个部分 因为我们长期社会局 有在关怀我们一些弱势的 一些冰原部的家庭 那这些盛食的食物 我们可不可以有效的整合利用 然后如何去把它做区分 因为有些如果已经过期的食物 我们又给一些街友 给其他的一些贫困的家里食用 结果也造成他健康的危害 那如果有一些还没有过期 还可堪食用的食物 我们有没有人力可以来做一些 整合把这些资源 分享给其他的人 好 请局长回答 来 请姚局长答复 谢谢赵前 谢谢议员的关心 的确食物银行的议题 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 就是因为大家也希望 更有效的运用现有的物资 那像您刚才提到几个 不管是台中或是欧美的一些 他们的model的模式 其实我们也都有参考过 但是高雄比较不一样 就是我们现在的食物银行 我们现在有四个尸体的商店 然后49个物资方案站 我们尽可能就是全高雄 可以布在很平均的一个地方 那我们提供的东西 原则上都是新的 而且都是强调是新鲜的 那我们也比较没有再提供 就是那种生鲜的食物 或者是甚至说是剩下的食物 我们一方面有 局长 没关系 那您刚刚讲的说 我们有整合的一些相关部分 我们有跟华原食品 我们有跟家乐福 有跟全联 甚至说跟 透过台湾期货交易所有限公司等等 我们这边 整合的这些 他们会固定协助 来提供相关的物资 来补充我们食物银行的 这样子的货源 所以局长 其实你的 你的回复感觉上还是制造一个新的产品 但是本息强调的不是这个区块 本息强调的是剩下的食物 这些食物该怎么办 那如果已经过期 那当然没话讲 过期我们也不能够因为我经济能力够 我浪费的食物 就过期之后 当然一定要进行回收 也不能够把这个过期的食物给一些穷困的家庭 制造他们健康的危机也不行 但是本息讲的就是说 今天不是在重新制造一批新的 而是说这些东西的确是完整 它还没有过期的状态的时候 我们的环保署统计 我们台湾人 每人每年增加了多少你知道 我们的食物浪费 平均一个人100公斤 好可怕 我们每个人每一年365天 制造100公斤剩下的食物 搞不好有些人还不止 所以局长 本息要凸显这个议题 让你了解 当然不是说 台中市有这样一个自治条例 我们高中市一定要效仿 但是本息希望凸显这个 剩下食物相关的一些的运用 我们可不可以来结合一些 我们基层的社会的志工 这些人可以来把这些剩下的食物 不要造成过度的浪费 也造成我们环境的一些负担 因为这些食物如果还没有过期 你把它进行销毁 它也是制造我们环境的负担 那为什么可以食用的东西 我们不把它做一个整合再利用呢 局长 本息要凸显是这个问题 我希望你先听就好 这个问题可以好好去研究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是有一些相关的机制 尤其像中原普渡的时候 或者是说有一些 我们可以集齐品 集齐品的这些部分 我们是会协助媒合一些机构型民间的机构型 局长没关系 因为我是二次发言 所以时间只有十分钟 你先请坐 我希望这个议题可以跟我们社会局的相关同仁 可以好好进行一些讨论 接下来本期要利用一点时间 延续昨天我请教我们劳工局 那个代理理局长 因为是以下昨天本期发言完之后 我们在会后有做一些跟受刑人有关的一些讨论 那特别呢 有跟我提到说 其实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看守所里面 针对一些的一些受刑人 我们在狱中的时候 其实也办了不少次的这个就会博览会 那这个美合的这个比率 其实也还算不错 但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发现当我们把这些的资料列管 建立起档案 在这个受刑人 成为更生 他已经出狱成为更生人的时候 后来发现 完全追踪不到 因为他所给的地址电话 可能全部都是假的 那也有可能是 更生人自己考量到说 如果今天 让我的家人也好 让我的朋友 包括我去就业那个地方的雇主 知道我过去有过前科 可能他的工作不保 他在家庭 在社会上的人际关系也不保 可能是因为这个因素 导致全部都失联了 就像断了线的风筝 可是失联的结果 结果却浪费了我们政府的这个美意 我们希望 这个就会博览会 没合之后呢 能够让我们的受刑人 在狱中能够有一季之长 出狱的时候 他可以重新重启 他的人生的开始 所以这个区块 局长 我们要想办法 还有本局想到一点 像陈静心 最后要复法之前 那因为透过 长期有一个 好像是基督教的长老 长老的那个牧师 还是什么 我有点忘了那个背景 我记得好像最后 他是受洗 好像成为基督徒的样子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那其实 当陈静心所犯下案子 本席时间关系不在贼述 但是本期想要去提的 就是说 其实 昨天晚上我一直在 研究正解这个案子 为什么一个年轻人 其实长得也还算清秀 那一个年轻人 因为小学 同学 可能在言语上或行为上 一些霸凌的关系 心理产生不平衡 包括可能他喜欢 他的同学或学妹表达 那受到拒绝 也产生一些挫折 老实讲 心理方面的疾病 有时候是远超过 我们生理疾病 生理疾病还可以找医生 心理疾病 一旦他没有透露 旁人没有发现的时候 他就是一颗不定时炸弹 所以本席 还有30秒 如果今天 我们在狱中 可以强化 我们宗教 进驻到 我们的狱所里面去 进行一些宗教洗礼 宗教的感化 我觉得有些人其实都还是有救的 我想针对这个议题 我想听听看我们的 我们代理的老龙局 李局长 你的看法如何 局长 来 请李局长答复 谢谢这个议员 对这个更生人的关心 是让我们一直希望说 让更生人出狱之后 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他重新踏出社会 是非常大的帮助的 不过陈总教医院所说的 更生人本身 他有一些顾虑 所以有时候 他提供的资讯 不完整或者是 不是很正确的 所以这造成追踪上的困难 那么这一点来讲 我们会有家常跟更生 跟人保护会 做一个联系沟通 看用什么方式来 来做一个弥补 不过我们还是要强调说 必须保护更生人的隐私权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做到 那么刚才这个 那医院提到这个 宗教这部分来讲 我坦白说 我是还不太了解这部分 不过我们会后再了解看看 实际上应该 今天所里面应该有这方面这种 所谓宗教这方面这种服务 应该是有了 不过我们再进步了解看看 再跟议员做报告好不好 好 再两分钟 本期为什么要特别去强调 这个宗教的力量 当然有些人是无神论 他是不信任任何一个教派 因为每个教派 他有不同的教义 但是这样 有些人也因为某一些的机缘 缘分的关系 无意间去接触到某一个宗教 那因为宗教只要是正当的宗教 他不是邪教的话 其实他都是劝人向善的 那其实人性 我相信他也是有善的那一面 那为什么有时候做出来的行为会是恶的 有时候是因为他的本质变了 变了过人当中 可能是因为在过去 不管是求学 就职 甚至是婚姻 感情上出了问题等等 导致很多的挫折 这些挫折隐藏在他心里面 就成为一颗不定时炸弹 所以其实心里的疾病 是最难最难治疗的 所以本期是希望说 如果能够透过 我们在寓所里面的教会师 透过我们宗教的力量 能够让这些受心人感受到 其实还是有人愿意关心 给他们精神力量支持的时候 我觉得这股力量 它是五行非常的强大 不要去小看 所以局长 本期不知道你的重要信仰 但是我觉得这个部分 真的可以帮助受心人 你一旦可以帮助一个受心人 出来愿意改邪归正 你知道 他对我们社会的危害 就降低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本期真的是很希望 从源头这个地方去做控管 降低我们的受心人 出狱再犯的时候 才能够确保我们善良的老百姓 能够得到人身的安全 以上是本期的一个强调一个重点 那我希望局长 这个部分本期的建议 你要慎重来做一个研议 还有就是说 出狱之后 这些人不知忠赢 这个部分也要想办法来解决 以上谢谢主席 谢谢 谢谢 行业的执行 我们早上的议程到此结束 下午2点30分我们继续开会 散会